温泉暖呼呼 76岁老翁坐在石边 没几分钟突然往后倒 颈椎摔伤 他是高血压患者 送医之后住院观察中 20分钟左右 就会爬起来的 因为再泡下去会 头会晕 因为我们大概都有三个词在轮流泡 然后上来就去冰的那一边 这样换来换去的 忽冷忽热 血管急速 舒张 收缩容易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 泡汤时间跟年纪有关系 高龄长者建议采用分段交替式 中间记得休息几分钟 而且一离开水时就要注意保暖 结伴同行互相照应 对 五分钟十分钟之内 可能就建议稍微起来 稍微休息一下 此外很多人常忽略 有湿疹或伤口 以及泡完温泉 没有冲洗干净的人 当心产生温泉皮肤炎 高温泡太久 末梢神经感知能力比较差 则可能会烫伤 年纪大的人家或是有三高族群 或者是像有一些有糖尿病的患者 他可能泡太久 他不知道 因为他的手脚可能 他那个反应没有像正常人 来得那么的好 有时候可能也会 甚至有发生过 就是因为这样烫伤的一个状况 很多人喜欢泡温泉 考量年龄以及健康状况 才能够泡得开心又安全 大爱新闻 各位您李月威台中报导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 和国内研究细胞报